好讓人間 到處都 充滿溫暖 好啊 好啊 小姐 我本來做生理啊 小姐 妳要做事喔 阿孫在地上 要給她叫做 好不好 早上我都 早起的時候 就是三點八起來 我就來為我婆婆吃飯 吃飯之後 我聽禁師成語完之後 才去做生意 我以前是 一個人打去世的狗 因為以前的家庭環境是 讓我想一直在賺錢 我還沒有結婚就做 我是從賣飾品開始這樣子去批發 慢慢慢慢 三千多塊去補貨 開始賣的 就是小小的飾品啊 對 以前的家庭經濟狀況就是 比較不好嘛 所以想說 多賺一些錢 可以幫忙補貼家用 想說就是要努力賺錢 可是我又沒有什麼一技之長 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別人一樣 就是做生意就可以賺大錢 之前不習慣的工作 就是因為我要去菜市場 還要去找位置啊 有時候住位置也比較困難 所以我都會選擇比較鄉下一點的地方 最近不用那麼高 又可以鄉下的人 就是比較好客啊 就可以跟他們聊聊天 我也喜歡講話 菜市場的時間很加彈性啊 通常就是六點半到這邊 開始排 排到九點半的時候再收看 我覺得我很喜歡這個工作 因為做這個當下可以跟人家 就是聊聊天啊 就是也可以去慕心慕愛啊 我都想說 菜市場就是我的道場 所以我就會去這樣子 用歡喜心去做 這個也是我們的會員啊 我一到六都會跑不同的市場嘛 每一個市場都有我的會員 會員大的都會來這邊繳上款 所以都跟他們要多互動 你們有什麼要關注這個 這個演文啊 這個演文啊 這是我們的會員喔 他很不簡單耶 請朋友幫我去跟他簽幕 他就一口答應 好 謝謝 祝你心裡幸福啊 謝謝 我們一二十年的會員啊 都很扶持 然後年齡都沒有退轉 就讓我很感動 謝謝你啊 高文你好 謝謝 這也都是我們的會員啊 這個爸爸怎麼掛著 可以嗎 修正人家裡 這樣喔 那你幫我帶我退燒啊 很好耶 我都想說 我都想說 我做航班公圍 不過我還好我有優點就是 我會去傾聽跟陪伴 我真的很不善於表達 可是菜市場的人就是說 他們很喜歡跟我聊天 因為我都是學會去傾聽 所以在這場的客人 也都會跟我聊聊天 他們有什麼心事 也都會跑來找我 這樣是 這個要叫兩筆筆 兩個兒子兩次抽好 抽好 我當餐廳沒住 我在醫院照顧我 我只復健 差不多兩三年都沒有出來 然後再來這邊的時候 我已經差不多 有那個憂鬱症的症狂出來了 然後他輸了一下 他有出來參加活動 出來跟他們註練工具 然後就是做回收啦 什麼我都去做 做得很高興 做得都不會煩惱 以前那些不如意的事這樣子 然後我就這樣走出來 他是我的嫁子 就是他把我牽出來的 不然我現在不知道 我就馬上知道 到底變成這樣 我就知道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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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吃飯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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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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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因為他咀嚼比較慢 所以我們都會打打改氣 打打改氣 啊 咀嚼 好吃嗎 啊 好吃嗎 好 因為之前我公公 兩隻腳 因為糖尿病解肢嘛 也是我們在照顧 然後他往生之後 就好像在一兩年就我婆婆了 我忘記幾年了 就是很自然的就 生病就照顧啊 老人家嘛 你知道嗎 他都不敢擦不敢亂 就是每天都靜靜的這樣 很照顧我們 他也蠻好的 對啊 就他是一個很好的婆婆 就是 因為我做生意嘛 他比較不方便 吃腸在身邊照顧他 阿姨也知道 早上就是很早就要跟他餵早餐 然後中午回來 就煮一煮再給他吃 他的配合度就很好 很不錯啦 只是說他現在沒有辦法下床 手比較沒力了 阿妹 對嗎 這原則煮的捏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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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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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喔 因為我是老爸嘛 所以我會有那個 會有比較的責任 比較的責任心 然後靠身心又很強 阿什麼東西 我要做什麼就要做什麼 我不會想到別人說 阿還是尊重人家 就是 對啊 就以前都很不好 所以家裡的人 當然就是 講話會 只是說 我比較不會跟人家吵架 可是我自己都會生悶氣 以前的個性比較急躁 傷害到人家的心 我都不知道 阿不你去跟別人買 不要跟我買 我會這樣子 可是後來 我會說 人家看不喜歡我們 是因為我們本身不合他的意 就是看姻緣 有 但是後來我在菜市場做生意的話 這對我也有 以前我都一直跟國母人家 你一定要買我這個東西 那後來 我在菜市場做生意的時候 人家也要給我買東西 說 你如果有需要 你買的 你如果不需要 不用再花多一些錢 客人都會說 你如果這樣做生意 我說 如果有需要 我們本身在做環保 都知道要吸福 姐 姐 我今天要來拿回收 本身是我們的回完 很扶持我們 所以他把一些回收都給我們 這是我多年 這是不太多 只少成功 大家都求 做人很好啊 很慈悲 對人都 口氣都是很好啊 他說我的口氣都很好啊 姐姐 你都拿回收來 待會兒你來 謝謝 謝謝 菜市場客人 他知道我有在做回收 他們都給我 然後過來這邊給我 我跟他從菜市場站回來等 應該是十幾年了 我家 這是一個小型的環保點 我想說 我的菜市場都有在搜啊 那搜的時候 我就是菜市場拿回來 回來放 那後來 出品頭要大家看到 我們家有一個環保店 他們覺得說 要再等資源回收 所以又比較慢 所以他們都把資源回收 放到我們家 變成 我們家變成 一個禮拜要再三次 自從我做環保之後 我就看到那麼多的回收屋 有的人甚至都沒有穿過的衣服 都掉了 那牌子都撈掉了 快點就能把它回收 覺得不敢 所以 我從十幾年到現在 我沒有買過一件衣服 跟褲子跟鞋子 都是回收的 娘家 這是娘家媽媽住的地方 我親戚 他們沒有要用 用的田地 先給我媽媽種菊花 來 照一下 你看 這個已經 好點 等一下 這斷掉了 媽媽這斷掉了 再來 好 這樣好 好 這樣讓牠長大 從這個鳳長出去 長起來 這沒倒下去 這沒力了 這樣是好嗎 這樣是好 還會呀 過關了啦 做空氣 做裡面空氣 那邊還回來 做營養 那邊還回去做營養 那時候剛好是高速公路剛啟用的時候 所以他們的遊覽車生意非常的好 他們常常都是不在家 那家裡就是由我媽媽在照顧 然後那時候爸爸外緣就非常的好 都是媽媽這樣辛苦 把我跟弟弟拉爸長大 我們就是跟我媽媽這樣相依為民 因為本身我在媽媽看到她是很傳統的一個女性 她有那個堅毅的精神 她也要跟家庭的康復好 很不舒服的時候才會叫我幫她做 她在玻璃纖維裡面擺板子 我們…我是27歲 她是29歲結婚 萬先生真的很遠 在我心目中那是一個真的是帥哥 是劉文章 以前我們都有很多人… 很多人有偶像 那你先生叫什麼 劉文章啊 就差一個字而已 也沒有想到說那姻緣就是不可思議 就是找到我心目中的偶像 那我就是用倒罪的方式啊 對啊 我剩兩個 剩兩個 一兒一年 所以要一年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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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徒生 兒子是因為我師兄 他疾水就是長骨子開大嘛 然後之前就是因為我照顧我婆婆啊 然後他… 他就想說啊爸爸開肚子 現在因為疫情期間 我又沒有辦法去醫院這樣照顧 所以他就是 遲掉他的工作 他在當那個廚師嘛 然後他就是在 遲掉工作之後就回來 回來想說要再加一找工作 媽媽會很希望我們兩個能有個人回來陪伴她 我也是能夠體會 因為媽媽本身的個性是比較沒有安全感 可能也覺得孩子為什麼都一直要出去 不能在家裡陪她 因為媽媽以前家庭因素的關係 可能以前外公也是在牧師之後跑出去 找出晚歸 因為在這樣環境下長大比較沒有安全感 她之前還沒有到慈濟這邊的時候 早上去菜市場做完回來就沒事做 然後比較沒有安全感 所以那時候就會懷疑東懷疑西的 就是很問東問西會比較沒有安全感這樣 對,那她開始接觸慈濟之後 心裡比較有寄託 那個是我們的立千師姐 她用她們自己家裡的那個小貨車來幫我們站 那個立千師姐也蠻配合的 就隨傳隨到 她很有心啊 就一直帶我們來著 當初我在建築的時候 她就是來這邊當那個協力執掌 我們培訓都是她呆的 就是她對這個環保的理念也是很棒 所以我現在比較有時間 就隨傳隨到 這邊的點就是下雨天的話都會積水 她要綁得很辛苦 然後我就說不用綁 我用這個車的話就來載 這台車有夠可愛又有夠厲害 不可能要開這台而已 來來來來 剛進入直擊是從註念跟攻擊 哪是註念啦 註念當中對我本身 我就是想說看到人家的骨子 看到那個骨子 我覺得我們很欣賦 我們覺得這次主委說 進來直擊之後才知道 上人說有捨有得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慢慢去捨 就是學習會去捨得 真的越捨我們心裡越富有 不是說家庭環境改善很多 就是越來越富 那個心靈的富有 是自己才能夠體會得到 我們又是健苦又能夠支付 他說我們家這個東西我沒有很需要 但是他有需要我就去拿去 因為我還有好幾個個案是他真的很苦 苦到時候我想說 看那艱苦我們都有東西 家庭也跟上人一樣 上人他不是說有一個師姐 他不是要看到上人 他們的棉被是那麼的爛 那個不好的棉被 又很硬 他們想要買複子給上人的棉被 上人居然把它送給感恩婦 就是那個人也讓我感到很感動說 他說家庭好的要買好的東西給人吃 不是家庭的東西給人 所以說有東西他們都盡量跟人家分享 所以我的孩子也學習 可能也看到說這樣子 他也學習會跟人家分享 我來洗 妳來幫我洗 好 等一下洗一洗熱鍋 我要煎那個燉盤 好 排位菜 就是蘋果烏魚脂 他現在長爸會煮的 媽媽你比較早就煮這樣 我說你不是這樣把他切開嗎 不是這樣把他切開嗎 媽媽以前也是因為做生意比較忙 所以從我大概是國中 高中的時候 就是我回家的時候 有空就會自己煮 我是學習餐的 之前是有在 在台南跟高雄的飯店有帶過 蒟蒻的蝦球 然後先讓它醃漬入味 用醬油、糖跟鹽巴 還有一點胡椒 因為我們家裡自己是吃素的關係 所以我會想辦法把他 把我所學到的用素食去把它傳達出來 對媽媽會想推廣素食 因為一方面是為了健康 再來就是因為近期環境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那推廣素食勢必就成為一個很蠻重要的一個責任跟使命 加上一點白芝麻 我先生不太會煮嘛 他就覺得原來素食還可以這樣吃 可以吃得這麼健康又吃得這麼豐盛 我偶爾會做一些甜湯啊 或是說獅子頭、醋魚排 有多做的全部都是分給街坊鄰居或是媽媽有認識的 一些需要關懷的個體戶 媽媽以前就是剛進出慈濟的時候 就是全心全意的投入 去菜市場玩回來 她就馬上就跑出去 去慈濟啊 就是關懷個體戶啊之類的 但是小時候我會比較不理解就是 為什麼人家給我們好的東西 或是我們家買了好的漂亮的東西 媽媽都要送給別人 以前是我沒辦法理解的 對,那現在開始慢慢的 比較能夠有體會 上來有一句話就是 死比獸更有福 在我們能力所及範圍內這樣付出的話 我們其實內心得到的滿足跟收穫 其實是會比我們什麼東西都藏著 是會更好的 哈囉,志工 遠哲如果煮什麼好吃的 也會思覺就會 素顏,趕快過來 遠哲今天有煮什麼 煮什麼,你趕快來吃 有夠好耶 我們這個雞肉超好的 他如果要放我們就說燒 燒 燒,燒 小得丸是滿甜湯的 對,我覺得... 總之為 advoc 你這麼不方便 都要老家 我們來那麼多 要拿 我拿五部分 給他們扣 這個給他們 給他們 沒這麼好 這個不來 我拿去給他們 你給我用嗎 不然我給你用 給你用 你要用東西多多多 可以當跑 金色的五穀粉跟麻油粉 給師姐泡 他是我們的環保志工 想說他現在身體有一點偽樣 要去看看他 很讓你身體健康 謝謝 有比較進步嗎 這隻腳沒有 現在經經就自己停 你會站站站站 還要走 第一名要補助 腳點好嗎 可以啦 很好啦 他每個禮拜都來 很適合不來 小心 好耶 好好的 好好的 讚 以前做生意就是為了賺錢 可是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沒有去造福的話 福報是不會來的 在這場就變成我一個道場 講說 這可以關心我們的社區的人 這個是我們這邊的守衛先生 你好 他們是六點半的垃圾車 可是我們要提早到 是人家拿過來就要先收回來 集中在這邊 這邊有那個師兄 這是我們的副主任委就是他 那井崎師兄 還有那個俗爐師姐會過來 我跟著雅惠師姐這樣做付出的 晚上在睡覺睡得很安靜 我的礦股比較會忘掉 家裡只有我一個在負擔全部 我一個孫子一個女都不是正常的 可是雅惠師姐都鼓勵說不能放棄 自己還要繼續走 福島的個案當中 就看到那個家庭那麼苦 我就想說 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該怎麼辦 我會去用同理心去陪伴這個個案 這家庫哥人比較多不省 不喝什麼看人家會痛苦 來 來放這裡 好 我的願望就是 接引到一些會員大德來做環保 他們的回收物都還蠻乾淨的 他們都把餐盒先用那個清水洗一下 然後再回收的 社區的會種就是要輕輕在源頭 你好 小孩有回收嗎 沒有沒有下禮拜 下禮拜 下禮拜五我就有了 好好謝謝你 不要反正想太爽了 這個都在七八段裡面 我下次跟你準備好一點 好好 準備好 下禮拜五下禮 謝謝你喔 感謝你 謝謝 謝謝 要比較好手 要兩隻腳要輕快 這是少年跟我們說的 佛陀有說過嘛 我們的身體是受之父母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用父母給我們的身體 我們來行善行笑 所以我都善用這個身體 就是去做利益人群的一些事情 我們在一起過不斷 我們在一起過的 我們在一起過的 非常的多 我們在一起過的 你們兩個人 都叫我們的胸部 我們不在一起過 我們不在一起過吧 我們 aument過了 我們都是不在一起過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